全球现场现在裴洛西到底要不要来台湾好像也还没有确定 但是已经造成美中台之间好像很紧张 我们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就是裴洛西 她其实从日前就已经传出要访台的消息 消息一出呢北京当局就立刻出言警告了 而且不止一次透过了大陆外交部还有大陆的国防部都有扬言呢 不准裴洛西来到台湾 还说呢如果裴洛西赴台的话 解放军就可能会派出歼16甚至歼20战机半飞拦截 那么现在有美国的军事专家易斯安他就表示说呢 好如果裴洛西你真的要来到台湾的话呢 那美国就打算会派出F22的战机中队要护送裴洛西 一路抵达台北的这个松山机场 那么这个美国之音在日子后就报道说 这个易斯安呢他认为说裴洛西访台并不会引发台海危机 而且他甚至认为说呢裴洛西是应该要来到台湾的 不然呢在面对大陆政府明显脅迫恫吓的时候退缩的话 代价就是在错误时间发出错误的讯息 但是对此哦这个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呢 最近就针对裴洛西访台的可能路线呢 进行了相当多种的模拟 在这篇报道当中呢就提到说裴洛西访台专机呢 可能会直接从华府飞到台北哦直飞 不过这个距离其实蛮远的 所以除非呢是空中加油不然是做不到的 那么另外的方式呢可能是会停靠日本或是韩国的美军基地 再继续的来飞 去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有一架这个C-17A的这个美国的军机呢 是载着参议员团 从韩国的这个乌山空军基地飞到台北的松山机场 那么去年7月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架行政专机呢 则是从这个日本的美军冲绳的基地呢 飞到松山机场 无论是这个从美国直接飞到台湾 或是说呢从这个日本韩国的美军基地飞 裴洛西的坐机呢 都会经过大陆的这个东海附近的上空 所以大陆官媒就表示说呢 这就为我们进行半飞还有拦截提供了可能 所以届时呢大陆的这个战机啦 比方说歼16啦歼20啦 在预警机的指挥之下呢 就可以相互配合去半飞去拦截 另外裴洛西也可以选择 飞往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然后呢是由这个东边再飞往台湾呢 东往西的方向 或者呢从其他的方向继续的中继 然后从台湾的东部呢 来进入来抵达台湾 这条航线虽然是比较绕的 但是呢台湾通部 台湾的东部进入的话呢 距离大陆是比较远的 那么确实呢也让这个大陆如果想要半飞拦截的话呢 制造了障碍 那么美方呢仍然可以从冲绳基地 或是从航母上头来起飞 飞机进行护航 只是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从航母啦 或是呢从这个冲绳基地来起飞的话呢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对大陆来说呢就说明了 美方从原本的趾高气昂访台 变成了偷偷摸摸的访台了 而至于在大陆的方面呢 早就表示说绝对不会做事 不管了他们是严正以待的 而且外界也在猜呢 裴洛西难道他是刻意挑日子吗 怎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今天已经7月30了 8月1号就是大陆的建军纪念日了 而且呢这个月 8月还要举行这个20大 时间点呢其实相当的敏感 那么目前呢仍然不清楚 他到底会不会访台 那么华府的两岸事务专家 葛莱仪呢 葛莱仪就投书 他表示说呢建议应该要推迟 这个访台的计划 因为台海的局势日益紧张 任何一个火花都可能让这个情势 升级为军事冲突 而裴洛西访台呢就可能是这个火花 而外交部的这个前部长陈建仁 就分析说台湾被列为这个战地的行程 很可能呢是这个裴洛西心里 已经打定主意要来台湾了 但是行程都还没有安排好 所以裴洛西呢现在是骑虎难下的 最终他所考量到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还有美国的利益 那么到底会不会借着这个亚洲行访 问台湾呢 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他行前在他出发之前 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仍旧是以这个安全为由 持续保持模糊 大陆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副代表 龚爽呢就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头发言了 暗批美国呢在这个个别国家 说个别国家呢在乌克兰议题上头 一再强调主权原则 但是碰到台湾问题 不断挑战中国主权 蓄意在台海之间呢 制造紧张的局势 Some country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issue of Ukraine It has incessantly challenged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over Taiwan and even deliberately created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is is a disregard and infringe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purposes of the UN Charter China has always respected the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and certainly hopes that its own sovereignty be respected by other countries I hope the country concerned will see this clearly and not play with fire 好 裴洛西是这几天的话题人物 现在大家都知道呢 他是美国众院议长 也是美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 也就是呢 如果今天总统副总统发生什么事的话呢 他就会来接管美国政府了 所以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 而且呢他不是第一次担任众院议长 在2007年的时候呢 就是第一次的当上了众院的议长 当时呢他也是史上第一位女性的这个议长 那么在川普呢 2017年就任总统的时候呢 其实裴洛西也经历过这个时期 他们两个人呢相当的不对盘 因为呢其实裴洛西有任何的意见 他也会直接的表达 所以呢就和川普常常呢 有一些冲突 2020年的时候呢 川普到这个国会发表国情资文 结果呢这裴洛西就被拍到直接 他站在川普的后方 很明显他就在撕这个讲稿影本 当众撕毁 好这个画面呢 大家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 对抗川普 所以呢两个人是死对头 听到他出访亚洲到底会不会访问台湾呢 川普今天也说话了 川普抨击裴洛西说不该涉入中国问题 因为他认为呢这只会让事情更糟 美国媒体报导说呢川普在他的自己 因为他的推特被封锁了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发言 他就自己创了一个社群平台 他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头说 有关中国的难题呢 是裴洛西最不该涉入的事 他认为呢裴洛西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还说这个只要是裴洛西触及到的事情 全部都会变成一团混乱 那么回到此行 裴洛西的亚洲行 同一天呢大陆也突然宣布说 将会在距离我们新竹不远的平潭海域 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尽管这个裴洛西行前呢 仍旧没有松口是否要访台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美军呢已经是重新为裴洛西访台 做好后勤准备 裴洛西美东时间29号中午12点出发 正式开启亚洲行 不过基于安全考量 裴洛西行程超保密 我非常感兴趣 我们应该去国家 你会听到这些谈论 我们现在的谈论 美国媒体报道 裴洛西将前往日本 南韩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治愈台湾被列为占定 在裴洛西启程之际 福建海事局突然宣布 30号在最近处仅距离 新竹126公里的平潭附近海域 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并禁止船只进入 让印太地区紧张情势再升级 美国雷根号航母 进入南海 如果航行方向持续不变 将会往台海靠近 大陆军方不甘示弱 29和30号两天 也在南海北部军事演习 陆军司令部29号还表示 有不明飞行器两度掠过 东引上空 战火似乎一触即发 中国人说到做到 大陆外交部和军方 9天6次警告美国 如果裴洛西真的来台 必定会采取强烈措施 外媒推测 大陆将使出浑身解数 包含可能会派战机 扮飞陪洛西专机 跨越海峡中线 或在台海附近 进行导弹试验 甚至可能飞越台湾上空 或设置台湾上空禁飞区 等六套剧本 苛比也指出 目前没有观察到 大陆即将对台湾 采取军事行动的证据 华府智库主任 易斯安则表示 如果裴洛西决定访台 美军可能会派F-22战机 护送他到送站机场 记者刘家豫报导 另外这个话题呢 这两天大家都相当的关心 香港的人气男团MIRROR 日前呢 在宏馆举办演唱会 结果呢 看到这个舞台的现场 有高挂在半空当中 重达600公斤的巨型荧幕 是突然砸落 结果一打下来呢 就砸中了两名舞者 其中一个人呢 当时就站在荧幕的正下方 所以他的头部直接遭到重击 当场是脑出血颈椎骨折 医师是表示呢 这个最严重的情况 有可能会永久瘫痪 另外一人呢 是没有大碍 已经在昨天出院了 他也剖文报平安 也另外呢 为他的团员来祈福 香港偶像团体MIRROR舞台上 紧格热舞 没想到突然火从天降 高位的片段见到 当时荧幕正在动着 绑着荧幕的缸纜突然间松了 窄到表演着的舞蹈员 四米长四米宽 估计有600公斤重的巨型荧幕 直直往下坠 狠狠杂中一名舞者头部 接着又翻倒压到第二名舞者 演唱会立即终止 两人随即送医 根据最新消息 伤势最严重的舞者 李起炎被诊断出脑出血 和颈椎第四节爆裂骨折 经两次手术后人无改善 医生指出最糟的情况 可能永久瘫痪 另一位遭荧幕压伤的舞者阿峰 目前已经出院 向粉丝报平安 也期待成员能尽早康复 而MIRROR所属的娱乐公司 最大股东李泽凯 也表示愿意负担所有医疗费用 对于惊悚意外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震惊 与慰问 随即下令启动调查 至于事故发生原因 初步研判 是因为吊挂荧幕的钢索 没有袭警导致断裂 根据港媒报道 一名资深员工透露 悬挂大荧幕需要经过好几道环绕扣的步骤 最后还需检测签名才能启用 香港政府发声明表示 直到舞台结构证实安全为止 宏馆暂停举行任何活动 其实宏馆发生意外已经并非首次 无论是工程还是人为疏失 都已经造成表演人员在安全上的隐忧 记者蔡清晨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来吃 为什么 因为底下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鲍鱼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现在上快点购来订购 马上就可以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总统级高级享受